不这回那仨上电视 说他们忏悔录 什么以后不提他了行不行 现在提他 你骂他都多余 马哥又和谁急了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呢 马哥和粉丝一起说说国足 曾经的国足 是否也能引起您的美好回忆呢 现在又是谁给腐败分子提供了温床 马哥最后呢 还给国足提了建议 您听听是否赞同呢 这个足球要让我一说 有人一说这个挺气愤 是吧 咬着牙切齿的 说恨铁不成钢 中国足球开展的年头不少了 从八十年代的时候就不能说了 从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球迷那时候还不那么多 后来紧接着 咱们学外国 开始搞俱乐部 搞联赛 还有的那时候 组织一些球员 真下本了 那建立宝 组织一帮孩子去巴西 对 巴西 学的 是巴西 巴西 那帮孩子就有这个谁 李铁 李铁 李金语 建立宝 是吧 上这学去 中国也真是下了本了 确实那时候也挺见成效的 后来 学业归城 回到国家 以后 这是咱们这个 俱乐部的比赛打的如火如荼的 打的真他妈热闹 打打一个 也就要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那时候已经又产生了腐败了 那时候市场经济了吗 改革开放当中 改成市场经济了 这后来出现这些楼子 等于这四十多年来 这个联赛的举办 还有这些卧土的开发 等于就给这帮腐败分子 腐败造成了一个奔装 成细他妈什么也没出来 要他妈请 请外国教练 要请外国球员 那么钱没少花 就白补 什么也没成 最后出来好多这么的大贪官 大腐败分子 你看这个 这叫什么陈旭元 那叫什么来的 还有一个 李铁 李铁 还有一个冯赵财吧 杜赵财 杜赵财 这也是读协的 就不这回那仨上电视 上哪了吗 说他们忏悔路 那意思 这他妈明白了 我就躺这贪官 你他妈还不是闭嘴呢 可以 又他妈忏悔路 忏悔他妈狗屁 这他妈逮着你了 忏悔 他妈这也跟他妈的 做报告的似的 是 你看他妈李铁这德行 嘿 好好好 他妈踢球都是 少说是踢得也不错 你看这臭毛病吹头发 对 感情 这些他妈的监利宝 回来这帮孩子 就他妈他当了官了 就他升了职了 还就他妈他会贪 嘿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一波 反正有的有事 有的也没提成 对 黏不劲了得了 找点别的事干 做点小买卖 完了 嘿 四百万买 你别说怎么着 说他 娘们他弄俩 这个谁 李铁是不俩娘们吗 是吗 美国一个 还有一个英国一个说 都 弄了钱弄走了 就不说 让他媳妇 挟这 挟这款回来 两个亿 回来以后 你要是回来以后 李铁那罪行还能减点 还能轻点 最后就不定拿钱照球 反正 要底那么喊 说毕了压子 毕了压子 毕也是不可能 他两个亿 他能毕吗 现在 对 他把这好几十个亿 上百亿都没毕 你说是不是 兵他什么着 劳苦功高 他还是利用点工 对 干过点好事 后来这个市场经济 生活在这个土壤里头 你知道说 不摊也不成 那一大书就想了 我不摊白不摊 摊了也白摊 白摊谁不摊 就这么想的 比这家事 比出国 比能代 最后怎么着 这独久真是 没上去以后 到现在是 越踢越刺 现在中国在地球上 地球 我说地球 什么亚非拉 五大洲 八大洋的 不算月球 对不算月球 我看 跟咱们谁 都快踢不过了 你知道吗 前那天不是 那时候咱们越南 咱们都没足球可能 那是最早 那时候这日本和韩国 那时候我说了 容着行 踢咱们时候 都白玩 那傻逼页都不会踢球 是不是 那时候掉之后 踢足球 就认为是欧洲的 还有巴西的 咱小时候 一到看世界杯子时候 那时候 最早刚有电视的时候 看那世界杯 看人 你怎么踢 不然踢 也好 咱那时候 国家也有国家 咱那时候就看那是 容着行 那时候 什么李咒哲 那时候咱们国家 还举办 举办连赛 就举办 这个友谊赛 不管是 英国队来了 跟咱国家队提点 那是友谊赛 咱们 咱们还 咱们还 怕那话匣子 那时候还宋世雄解说 谁说 那是什么 是不是宋世雄 我也忘了 晚上有解说 咱你听 那时候还没电视 是不是 现在 要说中国独角 现在咱们归为平静 咱们以后 不提他了 行不行 现在提他 你骂他都多余 不提他了 但是这个 一个那么一大的国家 在世界上 你必须得有这个 国家队 对 你让他 在民间里 出来以后 现在这拨队 整个废了 这拨废了 重新选拔 该有队也有队 让他们自己提点 愿意外国培训 就培训你 怎么着怎么着 国家有点花钱 别花大钱了 该有就有 让他出去玩去 回来以后 国家的也有 该比赛 也比赛 别助过多 再宣应他们了 不提他们了 什么输了赢了的 是不是 就这道理 说点咱们爱听的 说点咱们爱看的 播点咱们露脸的项目 他本来就不露脸 还老播 还弄一帮明白人吧 还得直播间里 也聊这事 手机也聊这事 聊他们什么聊 累不累 都他们这得 你还聊他干嘛 现在赶紧就 说句白话 体育的腐败 是不是 这个中国读协 这个体育的腐败 先把这事给制了 先给这几个事 该崩了该崩 该避的避 该盼的盼 就完了 是不是 独小踢不踢好坏的 也无关大牙 也无所谓 他已经这样咱都习惯了 怎么好几十年了 才不说前两年 突然的踢的奔好 老师 世界前几名突然 断崖式的下降了 咱们也惋惜点 咱们也多多 都他妈这样了 急的干嘛 我说了可能是他妈没话题了 我他妈今儿说他也多余 你们非得让我说 不说不说不说 让我这急着白脸就是说 咱们就别提他了 行 不关注他了 好 这回比我怎么着 这回新开的新上这个主席 叫什么什么凯 这回他们这回打比赛的说 挺节省的 没吃海鲜说 确实带的方便面和带鱼 你知道吗 可能跟这有点关系 那也得让你吃饱了 踢 是不是 有几个孩子也露脸了 也行 我说句白话 没毛病 孩子没毛病 我说现在这目前在场上 这些孩子没毛病 咱们这体制还没解决好 你想这正抓着 那意思我这踢着球 我们这主席都快跌 现在正审着 新换了一主席 他也不踏实 他也惦记 你知道吗 而且这孩子一有 现在也可能也有压力 也想踢好了 压力越大越卖不开腿 你知道吗 本来这脚能射球 我还射进去了 他我露脸 我不射他该骂我了 这牙不传球干嘛 你要传给那边空着呢 他传了 别人来压射应该有 所以现在孩子踢脚也矛盾 心里 我怎么飞 以后不冷不热 不北不康 也别骂 就完了 好 让他什么 看国家是怎么个政策 彻底的让足协解散 说咱们就没有国家队了 就没国家队了 是不是 就跟那神 你冰箱球打得好 人家国家怎么不交接 你冰箱球 都给人打哭了 怎么着了 咱们这球 不还没让人给踢哭呢 是不是 好了 最近 国际族联公布了 2024年首期男族世界排名 中国男族排名世界第88名 亚洲排名第13位 真的像马哥所说 在地球上 国族跟谁都踢不过 对此 您有何感触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